美国地区法官在当地时间18号公布 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在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选举干预案当中 收集了将近1900页的证据 而内容也包括大陪审团的证词、通信记录 以及其这检察官收集的其他文件 公众可以获取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公开 涵盖了现已解散的众议院1月6日袭击事件特别委员会的文字记录 数位国务卿的新闻稿、特朗普的集会演讲 他与佐治亚州官员的通话 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的真实选举证书 以及特朗普在大选期间的大部分推特活动 最新披露的细节显示了 1月6日特别委员会对特朗普贴身南普的采访记录 这名南普表示他曾告诉特朗普 由于他的支持者在国会山发生骚乱 特朗普的演讲在电视上被切断了 这让特朗普感到沮丧 在特朗普观看国会山骚乱时 南普还为其买了一杯煎鱼可乐 根据采访记录 这名南普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都在查看 他与特朗普互动时带有时间出的照片 今年早些时候 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了这份证词的本字记录 但他们选择编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美国地区法官塔尼亚·丘特侃 不顾特朗普的反对 决定公布这些信息 他在17号晚间发布的命令中写道 如果法院隐瞒公众本有权获取的信息 仅仅是出于对泄露这些信息 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的担忧 那么这种隐瞒本身就构成对选举的干预 此次公布的证据支持了检察官史密斯 10月初提交的一份165页的简报 更新了对特朗普的指控 此前最高法院裁定 前总统在许多核心官方行为中 享有广泛的刑事诉讼豁免权 检察官认为 特朗普阻挠权力移交的努力 几乎完全以个人身份进行 特朗普的律师将在11月总统大选后的几天内 做出回应 冯航卫视孙海若姚一伟 华盛顿报道